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就这样 把变异的都剪掉 再换上新光包子 然后再继续挂机 我已经挂了很长很长时间的机了 看 在这期间我都剪了这么多的变异蘑菇了 还上去空岛挖了四颗紫营石呢 哇哦 大丰收啊 看看这景象 壮不壮观 漂不漂亮 快去剪喽 把这所有的剪完 我差不多也该回地球了 哇 这蘑菇也长了好多呢 总算是剪完了 一眼望过去 全是蘑菇干的 再想要变异蘑菇 就直接在这上面放点新光包子 再挂几天机就可以了 看 我已经剪了这么多的变异蘑菇和变异小红菇 应该够了吧 把东西拿上 回家 哎嘛 我是谁 我在哪 怎么又把我传送到这个地方来了 哎 回到家 我拿出所有的小麦种子 又取了些变异蘑菇和新光包子 三种变异鸡刺料各做到5盘 普通鸡刺料做到25盘 那现在就去喂鸡喽 哇 好多小鸡蛋呢 来 先吃点鸡刺料 嗯 那些变异的刺料可能会吃死很多的鸡 所以再繁殖多一点才行 你们先吃着 我先收取一点动物肥料 鸡刺料是吃完了 但是鸡怎么不见多呀 再吃点吧 我先去做个变弹枪 回到家 我做了变弹枪和32发子弹 一切准备就绪 最先放新光包子刺料吧 这个有机率得到飞机哦 拿出变弹枪 我要把它们变成飞鸡蛋 哇哦 已经变出两只了 哎呀 这个变弹枪 一次只能发射一颗子弹 哎呀 这变异速度好快啊 第三只 第四只 我一共是放了五盘饲料 现在已经得到四只飞机了 看还有没有 呃 没了 好吧 来 再吃点饲料 补充补充能量 我呢 就去旁边的水池里 养点灯笼鱼 到时候收集几个荧光金块 弄几只战斗机 在上面走来走去的 虽然没啥用 但是看着威武霸气啊 对吧 这个水池还要再宽一点 再深一点就可以了 好了 放鱼 来 先吃点小鲜鱼 小鲜鱼吃完就给你们吃烤鸡腿 哎呀 你这野人错什么热闹啊 真是的 现在该去鸡卷了 咦 刺鸟吃完了 那现在就吃便宜小红菇刺鸟吧 有几率得到尖叫鸡哦 先只放三盘 感觉这个鸡越来越少了 做点鸡刺鸟吧 哎呀 尖叫鸡已经出现了 嗯 这个好像出了尖叫 也没什么用呢 那就杀了得鸡嘴吧 没了再吃点资料补补 看我得到了四个鸡嘴 嗯 还不错 让他们先吃着 我们下次接着让他变变变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喜欢我的朋友 请关注评论加点赞哦 拜拜 我们下集再见